我們可以看到馬總統出面喊話 呼籲國人對股票市場要有信心 不過他的2012對手蔡英文 人呢 雖然在屏東和高雄浮選 也第一時間做出了回應 蔡英文說呢 政府不應該只是從股市來考量 應該要從國家整體的經濟面 和國際連動來思考 屏東是民進黨執政 號稱最成功的縣市之一 蔡英文再度來到了屏東 鄉親的熱情相當的直接自然 他們都希望能有好經濟 過好生活 對於馬總統對股災的信心喊話 小英認為不能只注重單向的思考 現在還是著眼於股市的震動的本身 我覺得我們的經濟的體質 跟經濟整個的結構性的思考 我覺得要再強化 那剛才我講經濟體質的改善 還有外貿結構的改善 就是我們應該是一個比較針對 基本面跟根本性的來處理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情況 那問題就是馬總統 今天晚上說要住那個災區跟災迷 就是爪鋼間 我覺得是這樣 八八風災到現在為止 還是有很多的事情都沒有完成 那我們倒是希望他能夠 常常的督促各部會 能夠加強整個復原的工作 內埔國小的大禮堂擠滿了鄉親 他們不少人是農友 加上屏東市農業的大縣 小英抨擊 馬政府三年來 農業 交通和休閒都看不到成績 只看到了失衡的政策 南臺灣綠軍的地盤 最近馬總統踩得胸 小英穩扎穩打 凝聚向心力 民視新聞 黃明升 屏東報導